大部分都要把整個廳房板先拆掉 然後呢再把機器抬下來 三房兩廳如果你是做吊影式冷氣 你因為要做吊影式冷氣而增加了木工施工的費用 跟 做壁掛式冷氣的費用會差到多少呢 大家好我是宏傑設計的設計總監章一德 我們又來到了我們的裝潢100問喔 那我們一般來講 居家的裝潢裡面會挑選冷氣的時候有兩種冷氣的選擇 吊影式冷氣跟分離式冷氣 分離式冷氣又叫做壁掛式冷氣 那這兩種冷氣的優缺點到底在哪 我跟各位大概就分析一下 那第一個呢就是說 呃 他們基本上吊影式的冷氣呢他就是 配合整個裝潢的外觀呢會比較美觀你看不到那個機器的本身這樣子 然後呢 第二個他的優點呢就是他的出風的距離呢會比較寬廣然後會 在冷房的時候 他的效果會比較均勻然後也會稍微比較快一點點這樣子 那 除了這兩個優點就是美觀呢跟他的冷房效果好之外呢基本上 我們現在就來講講看他的缺點到底在哪裡吼 那個 那個吊影式冷氣基本上來說 他 需要用木工去包覆他的那個 室內主機跟他的管線 那 他會有那個 室內機的部分然後室內機除了冷媒管要拉管之外 他的風管還有他的那個疾風箱以及他的那個出風 出風口的那個線草板都要另外再 施工這樣子 然後呢 要搭配木工的天草板去做造型他才能夠把那個管線跟他的出風口呢把它做一個美化的動作 那言下質疑就代表 你會多了很多木工的費用 那施工的費用也會比較多 然後呢 第二個麻煩的地方就是他要清潔保養很不方便 如果呢 你在吊影式冷氣機的室內機 旁邊要開一個維修孔你要去 把那個濾網來洗的時候他比較不好 不好去拆裝這樣子 那 分離式冷氣就沒有這個問題只要把面板蓋打開就可以把濾網拿出來洗 一般來講他要清洗保養會比較容易 第三個呢就是維修很麻煩 機器沒有說百分之百不會壞 如果是真的遇到壞掉了 吊影式冷氣呢基本上大部分就要把整個天草板先拆掉 然後呢再把機器抬下來 送去維修這樣 基本上來講你就是等於要把你家拆了 然後呢天草板拆除之後你把機器拿下來 送維修完之後再裝回去 然後試機沒問題之後 你才能夠再把天草板補起來再油漆粉刷 試想看你住在裡面你怎麼可能讓人家在你家裡面施工 做這麼大的一個破壞的動作 這個部分來講 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那 有的人說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漂亮 我就是要美觀 我不管那麼多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到費用的問題 好 很重要 我們先不管維修保養 反正你就說 我就是有錢 我就是想要任性 我有錢就是任性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他美觀就好了 我管他好不好維修保養 反正 也不用你自己維修 也不用你自己保養 拆掉天草板 了不起我家 十棟八棟房子 我先搬去別的地方住 再回來也可以 OK那當然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來提到 費用的問題 費用呢 一般人會比較care的就是 吊影室冷氣跟分離式冷氣 裝哪一個比較划算 其實這兩個 如果你都是變頻冷氣 基本上他們的 節能效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以整個夏天的用電來講 他電費是差不多 差不多那個價錢 但是 施工費用會差很多很多 怎麼說呢 我剛剛講到 吊影室冷氣他必須要做天花板去覆蓋他的室內機器 還要 針對他的管線 拉管的路徑都要去做包覆 然後出風口這些都要去做美化的動作 但是分離式冷氣 頂多就是包他的冷氣冷煤管線 然後還有他機器裝機的那個地方去包覆就好了 所以相對的在木工的部分的費用就會落差很大 坪數越大的房子落差的價格越大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三房兩廳好了 如果你是做吊影式冷氣 你因為要做吊影式冷氣 而增加了木工施工的費用 跟 做壁掛式冷氣的費用會差到多少呢 你要記得不是只有木工喔 你還要做油漆喔 你還要做管線喔 他的 吊影式冷氣的管線 比分離式的管線的施工費用會比較多 以三房兩廳來講大概會落差大概差不多到15萬左右 15萬喔 就是如果你做三房兩廳的吊影式冷氣 差價會差了木工的費用 油漆的費用 還有管線施工的費用 相關的這些費用 就會影響到你整個裝潢的預算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吊影式冷氣呢 還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放主機的地方要降低大概40到50公分 看 不同廠牌的機器它室內機的高度會不一樣 那為什麼要做那個降低的動作 因為它室內機本體的高度大概是 落在28到35公分 那要先從天花板 原來的水泥樓板先訂一個固定架 訂在樓板上面 然後把機器穩定 調水平固定住之後 確定它不會晃動 你再用木工天花板去包起來 所以完成的高度大概落在 40到50公分高 一般來講普遍我們都會留到45到50 那你想想看現在大樓的樓板高度 普遍落在大概差不多 290到300公分 所以如果你要降到50公分左右 那你可能 冷氣的那個天花板經過的地方 大概就剩下240公分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覺得 樓板本來就不高了 你在做吊影式冷氣 相對的你走回到家裡面會覺得壓迫感就比較重 那當然 我剛剛講過 這部分來說 它牽涉到一些相關的一些 費用問題 所以有的人問說那我到底裝 吊影式分離式好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來做個分析 就是說吊影式跟分離式冷氣 它有一些優缺點 然後也有一些 你清潔保養上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就是 費用的部分 當然 吊影式冷氣會偏貴 貴蠻多的 那 這部分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針對我們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想要 再了解到更多的問題 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可以幫我們訂閱 分享 按讚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和分享喔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追蹤第一手資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